日前云南投市公所举行南投市里长联谊会会长选举 在现任会长木仁国现任后 由新任会长萧承昌接任 希望在新任会长的带领下 能够持续造福地方 南投市里长联谊会会长的参举 在这里我要来恭喜萧承昌 萧理长 都算我们今年度的里长联谊会会长 也很感谢我们的母理长 这四年来对里长联谊会才的付出 希望这次的会长可以继续为里长 来尽出一些福利和一些经费 来为地方的里面建设和服务 现任会长木仁国表示 感谢过去各位里长的支持 才能使各项工作顺利推动 也期许未来在萧会长的带领下 联谊会能够更加精进 个人很荣幸担任了四年的里长联谊会的会长 在这段期间我们所有的里长都非常的配合 支持联谊会的运作 赞命里里长当选新任的会长 我相信在新任的会长领导之下 我们南投市的里长联谊会会更精进更壮大 先议员泽正也表示 感谢现任牧会长过去的努力 此次举行联谊会长选举 也期许棒棒接墙棒 在新任萧会长的带领下能够持续服务 感谢我们整个牧人国会长带领的相当不错 今天也刚刚选举选新产生的这个新会长 就是我们萧承昌萧会长 可以说棒棒接墙棒 萧承昌过去里长也做五次 可以说得到地方上的肯定 在联谊会长改选结束后 南投市民代表会主席张慧卿 及先议员泽正言也相信 在新任会长的带领下 能够使南投市越来越进步 记得全文句南投采访报道